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 阿拉伯基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 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的特色是 他的寶兵單位列提斯 可以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而且他的槍兵 跟毛兵的移動速度也是 遊戲裡面數一數二快的文明 後期的立陶宛 主要是打火槍列提斯 還有吉兵 還有馬功可能不太行 比較少看打馬功 主要是打這個列提斯為主 但他的馬功是有 重裝馬功加這個拇指 但缺點地方是 沒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在一些特殊情況 立陶宛還是可以考慮轉馬功 攻密路線的話因為沒有 強奴關係所以不太適合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阿茲特克這個文明 阿茲特克人的這個文明特色 是他的均勻的工作效率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僧侶每點一個科技 都可以增加5滴血 那最近新增了一個科技 叫做前程 那這個新科技 就是忠誠信仰的弱化版本 多了這個科技之後 100血的僧侶 就誕生了 之前點滿的話是95滴血 現在可以高達100血 所以阿茲特克人也算是 在這一波的改版中 獲得了一些小小的buff 那阿茲特克人他的團隊加成 是這個聖物產生的黃金 增加33% 所以在阿拉伯這種地圖 前期拿到三個或四個聖物 這個經濟加成會非常的好 那阿茲特克呢 也是最適合他老鷹爆的這個文明 老鷹生頭 也是他著名昭章的這個 城堡時代最強打法的一個能力 那以前呢 阿茲老鷹爆是非常難解的 那現在這個META來說 阿茲的老鷹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強 主要是因為老鷹的造價 不是造價這個生產速度 變得比較慢一點 現在好像是要30秒 還是26秒左右 但是他還是有這個 11%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均勻的部分 所以他在以三個老鷹國來說 他應該是最適合打老鷹爆的文明 那阿茲特克人呢 主要是打步兵加上毛兵為主 雖然他有強弩 但是沒有拇指環 那阿茲特克的毛兵呢 也有這個紫毛器的效果 可以讓自己的毛兵 變成帝王在矛的工坊 不是工坊 這個攻擊力跟射程 非常的遠 那後期的阿茲特克 主要是打工程器 重頭 還有這個僧侶為主 還有自己的老鷹 還有這個暴勇士 都是比較常見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 HOTR這邊是打一個 三木開局 MBL這邊是四木開的 然後是吃了非常多的鹿肉 適應的人全部吃鹿肉 那這邊應該是有先補了一些村民 本來是二木 然後三木四木五木 開始慢慢補上去的 那阿茲特克這邊推路 繼續往前推 是有把這三條路全部推完的 那MBL這邊也是 把鹿肉全吃乾淨 然後開始補了一些木頭 然後待會要來點一下 這個馬舊 那通常立陶宛也可以打棒棒 剛講完就打了 他的棒棒呢 是會自動升級為裝甲步兵的 不是 不是會自動升級 講錯了講錯了 那個是保加利亞 立陶宛的話 他是有城鎮中心100肉的關係 每個城鎮中心會給100肉 所以他在前期打棒棒 或是肉馬開局 都有一定的優勢 甚至在一些海戰圖 也可以看到立陶宛 因為可以早點升風劍時代 出戰船也是很適合 這邊立陶宛是轉出了裝甲 配上 也有可能是打一個裝甲跳塵嗎 不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但他這邊沒有打 他是三棒棒轉裝甲 應該是會配毛兵 也有可能直接配弓兵 我們剛剛開頭講到 立陶宛的弓兵 應該是毛兵 移動速度很快 所以可以趕快早點去 前面支援這些裝甲步兵 因為裝甲步兵怕的是工兵單位 那如果他可以早點出毛兵 到前線支援的話 這些裝甲步兵 就可以進到自己最大的價值 一直砍建築物 果然阿茲特克這邊也是轉了射箭場 趕快防守一下 這邊立陶宛就是要來等一下毛兵才有可能擋得住 毛兵過來 先打工兵 但是對方有三隻毛兵 現在他打會打輸喔 他想要點掉工兵 但是毛兵打太痛了 裝甲繼續攻擊 小打小鬧一下 兩邊都是打一個 步兵 配上毛兵的策略 那阿茲的話本身就是只有步兵 所以這個就沒什麼好講 當然他這邊會轉一些老鷹喔 轉老鷹的目的呢 是要去打對方的毛兵 打裝甲也是打不贏的 這邊 互相交戰一下 並沒有要正式開打 那這邊裝甲步兵 還是有他實質的用途 就是拿來保護毛兵 不要被對方的老鷹給貼上來而已 阿茲特克在這個時間點裡 不算太弱也不算太強 他真正最強的地方 還是在城堡時代的中期跟初期 這老鷹爆的數量非常多 連初期次都會很難解 而且生女的招翔 對老鷹來說也是有抗招翔的關係 而且他打老頭了 這個生女的攻擊力非常高 唉唷這邊立陶玩 利用自己的一個移動速度優勢的關係 直接貼上去收掉了 我們頻道常在講 利陶玩可以用槍兵或毛兵 打一個垃圾兵戰術 給對方更大壓力 上城堡時代 沒解個聖物 就會讓自己騎士或列提示 增加一點的傷害喔 沒想到這一把 直接打出了大量毛兵 反壓回去的一個策略 我想說說這麼多次 結果很少人用自己的毛兵跟槍兵 去壓制敵人 封建時代 沒想到這一把 MBL就打出來了 想說這個 這個戰術不要多講好了 畢竟很少出現 這個大家可能會覺得陌生 或是覺得我在歐北共 其實這個戰術我一直都在 是 出場次數可能沒這麼多 沒想到MBL終於還我一個公道了 這一團確實很適合用這個槍兵配毛兵喔 在封建時代獲學一些軍事上的壓制 那上城堡時代之後呢 趕快去檢視任務喔 打出自己的列提示 或是提示的攻擊傷害的加成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這一波壓制壓得非常好 未破HART 蓋了一根劍塔在前線的黃金 而且這邊還轉出了 大概多了兩隻裝甲步兵喔 所以這個老鷹的數量 這樣一定要超過大概 大概要十隻左右 快要十隻左右 才能解掉這一團 那HART這邊是想要先點城堡時代喔 再去點這個老鷹出來 那現在目前阿茲特克 反而是落後的那一方喔 立陶宛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一級射現在也才補 MBL算是蠻偷的喔 剛剛跟阿茲對打的時候 一級射沒有點卻打贏了 用這個利用自己的數量壓制喔 然後還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就是貼近敵人快速收光毛兵 打得非常細節 好那這邊補了更多的石牆 這裡直接上大石牆 只要能守住阿茲這裡就有機會了 這個毛兵雖然太多 打村民有點痛 而且有一級射了 有一級射的毛兵打這個村民喔 是一樣是只有一滴血 二加一三攻 但是村民是兩點遠方 但是有十隻毛兵喔 打個四十下 起火四次就會十一隻村民 立陶宛補下了一級農田跟工兵鎧甲 突然轉出了一些工兵 那立陶宛的工兵 我是不太喜歡喔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加成 單純的工兵線 而且這個時候在補工兵 數量上會有不足的問題 除非待會再補一個射箭場 雙射箭場打一個工兵奴兵 前期壓制 然後轉騎士的黃金兵種壓制 然後再配一些這個老頭 去撿聖物 那這樣黃金需求量非常大 那以NBL這個配置來說 他的黃金配的比較少 這邊還要轉工兵其實壓力非常大 這樣城堡師帶的話騎士可能只能按個一兩隻而已 那可能他也就是只能想這樣打 因為畢竟對方是老頭強勢文明 騎士出太多也是會被招爛 好這邊要直接上囉 勞硬的數量來到了8隻 後面有帶著6隻工兵 第一時間射掉的是前方的裝甲步兵 哇射的一個NBL錯不及防 防不勝防 OK 集火收掉裝甲 後面的工兵過來 但現在工兵過來 是打不贏老鷹的 好但有二級射喔 有二級射就打得贏了 原來二級射馬上就補了 但奴兵有點難出 這來要轉奴兵嗎 感覺是會轉的喔 因為工兵雖然來到快要10隻喔 有生奴兵的價值 好 當然補一個一級挖金 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修道院有先下嗎 沒有先下 先補城鎮中心 那現在立陶宛這裡有軍事上的優勢喔 就應該要去減聖物會好一點喔 所以這兩邊呢 就是急需聖物的文明了 一個是黃金有這個聖物加成 一個是減聖物會加騎士的傷害 算是聖物戰爭了 好 還沒有補下聖物 只用一些兵在前面喔 去守這個聖物 阿茲也沒有補修道院嗎 唉唷 這裡有補一個 好 那決定要補一個射箭場 打工兵的話 最少還是要雙射箭場 才可以維持這個工兵的數量 才可以打出工兵的價值 那勞鷹本身就是 打工兵是客製單位 畢竟他遠防特別高 遠防有5點 但遇到騎士的傷害是完全擋不住的 好 在前方補一個修道院 好 兩邊都有補修道院的情況 應該是先慢慢轉出 唉唷 這裡的老鷹好像有點多耶 好 有些是殘血的 OK 他直接拉回來 好 我以為剛剛是那野外的 哇 野外的全部送死了 哇 被騎士收乾 兩隻殘血騎士 回家也是找老頭補個血 好 畫面TC繼續開農 現在是13隻的工兵 毛兵直接帶回家裡防守 好 那阿拉茲的老頭 這個不是老頭 老鷹的數量 MBL可能會以為 剛剛收掉那一坨小巧分隊的老鷹 對方應該目前 沒有辦法產出大量的老鷹 但殘不知現在他的老鷹數量 已經快來到20隻了 這就是阿拉茲特克 爆老鷹速度有夠快 好 立陶宛轉出這些騎士 五隻騎士去孕附六隻老鷹 一定是沒問題的 這裡抽掉喔 這邊想要高打第一反擊 但是以第一出打老鷹 還是能打得贏的喔 畢竟騎士有這個體質優勢 雖然現在還沒有品種 他以100滴血喔 堆上55滴血喔 基本上血量是差了快一倍 前方使用老鷹衝撞了這些奴兵 但奴兵雖然太多 還是可以稍微反擊老鷹回去 而且還被招響了一隻老鷹走了 好 但利用這些老鷹作為掩護 自己的生侶偷偷帶了一個聖物回家 那這邊立陶宛也要趕快 先拿自己的老頭去撿聖物囉 喔 下方又偷了一個聖物 不知道立陶宛MBL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的聖物的標誌突然消失了 這邊聖物戰爭看起來 阿茲特克是稍微拿到一點優勢了 那立陶宛現在一個聖物都還沒有拿到 很有可能阿茲是拿到三聖物喔 那基本上阿茲只要拿到兩個聖物喔 對手的立陶宛或騎士喔 就只會加三攻而已 那如果讓對方拿到兩個聖物 就等於是一般的三攻傷害 並不會有這個 無可挽回的地步喔 因為通常拿到四聖物的立陶宛喔 會輸的機率是非常低的喔 畢竟他列提斯到價又便宜 列提斯唯一的缺點喔 就是產能慢 需要用城堡產生出來 那其他方面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在團戰來說也是很常看到的一個寶兵單位 好 看到這邊老鷹25隻 好多阿 這邊使用攻擊 給對方壓力 一發一隻射倒老鷹 騎士數量在非常後方還在補血 這邊挑釁對手是不是選錯時間了呢 哈特這邊劍狀趕快往前A的上去 現在補上了一攻 打攻兵傷害非常高 好 後面的戰毛兵 趕快攻擊後方的攻兵 稍微細節控制 兩隻老頭過來招牆騎士 騎士自己在逃竄 沒有辦法進行攻擊 攻兵一直往後拉打 OK 射掉了一隻老頭 這裡交戰結果還不錯 哈特特克把自己的攻兵全部送光了 最後老鷹只剩下還是25隻 那第一套這邊的攻兵數量也是25隻 兩邊都差不多 好 現在是一個生物 加上一攻 騎士10加2的傷害 哈特特終於補下了神聖思想 剩下還是老頭的血量 不然太容易被放倒了 好 右邊這個生物還沒有人去拿 立陶宛好像是沒有看到的樣子 來看一下MBL這邊的視野 欸 果然 在這個死角裡面是沒有看到的 所以他現在沒有去撿 好 只撿到一個生物的立陶宛 顯得有點小小尷尬 好 這裡轉出了一台投石車 這邊要直接上嗎 再招一下 頭石車過來 不想讓對方攻兵有這個輸出空間 補了一根寶 這根寶可以蓋起來沒問題 頭石車差點被射到 OK 好 點下帝王時代還可以點下銀罐技術 三城堡 三城堡在這個情況下 點下好像確實有用途 好 點下三城堡的話 可以讓城鎮中心的射程多加3點 可以讓他撕到這裡來 確實可以當成一個小型城堡的射程 6加3射程變成9 城堡的話是8加2 10點 跟城堡射程其實差不多的 這邊收穿的話也可以反擊頭石車回去喔 結果在上個禮拜我才回應Discord觀眾的問題 才說立陶宛通常要點三城堡的時候已經要輸了 所以有點跟沒點感覺不是 對於戰局這麼關鍵 看來這種對峙時候 又要對方升頭戰術 點三城堡似乎有點用途 好痛 剛才以為要直接全吃了 好 這邊趕快產生這個 烈提斯出來 阿姿特克也在前線補了一根城堡 上方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要來控一下野礦 好 巨型頭石機先按了一台 沒有打算直接連按三台 用立些烈提斯 喔 是騎士 不是烈提斯 到了後方 想來抓村民 這邊收村 上邊收一下 抓掉了一村 老鷹過來救一下 但老鷹已經擋不住騎士的傷害 這一波拉了非常多的老鷹回來回救 這邊砍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哇 殺了八村有了 這一波讓阿姿特經濟稍微下降了一下 現在烈提斯 數量來到六隻 而且村民數現在是MBL 來到127隻喔 村民 村民差距來到了30村阿 那立陶宛這個改動 讓他的城鎮中心 每一個都可以獲得100肉的關係 讓他開3T4 4TC 5TC 都不太容易斷村 甚至在一些特殊情況下 可以補這個城鎮中心 趕快升到帝王實彈 這算是一個我覺得還行的改動 但是相較於原始版本 一開始給150肉來說 讓前期立陶宛的策略選擇 例如在團戰的一些地圖打法 收場率會下降一點點 就是這個原因 好可憐喔 喔 這邊砸了一下 阿茲特克 大量的老鷹已經升級好了英勇士 投資車向前砸了一發 完蛋 老鷹數量太多 夾不住 50隻老鷹 英勇士來到了9加2 傷害1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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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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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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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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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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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三弓也補下 再補下龍貫戰爭 就是阿茲特克的高光時刻了 傷害擾到最猛 變成8加9老硬喔 立陶宛這邊先點下了 精銳的升級 阿茲再槍兵進行反擊 精銳升級下去 13加4變成16加4 攻擊力加3 但正面的老硬已經往前衝了上去 後方老頭開始招強後方火箱 而不是正面的立陶宛的列提斯 一直上前想要解決火箱 並後面一個集火 收掉了一些老頭 這邊哈特 打出了聚聚 後面怎麼突然也是一波包夾成功啊 沒想到最後是由立陶宛的精銳版本 拿到二生物 就打敗了阿茲特克 沒想到前面那麼多的老硬 還是被全部收光了 火槍還是好辦事喔 來看看這坨火箱擊殺了多少老硬喔 17隻 前方列提斯也是扛了非常多傷害 我們稍微倒退回去看一下 最後這一波是怎麼搞的 最後這一波往前 老頭在前方 然後後面的火槍 後面的槍兵 稍微擋住後面列提斯 但擋不住 列提斯無視傷害的效果實在 太好 好猛好猛 列提斯最後還是成功手下的阿茲特克 我本來還以為 這把應該是阿茲特克會比較有利 最近他自己的生物是拿到比立陶宛還要多的 三個生物是弱差給他的 但是阿茲特克的村民術是稍微偏少了一些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立陶宛拿到了資源上的勝利 臉要蓋了6000 村民術相差三尺寸 這個是差距蠻大的 後期的KD呢 是立陶宛拿到2.23的KD值 我真的覺得立陶宛應該要多多善用這個 封建時代槍兵跟毛兵的優勢 像MBL這一把就秀得很不錯 封建時代打出優勢之後 城堡時代繼續滾雪球 那獻給 喜歡玩立陶宛的玩家們 這一個影片 算是MBL打得很不錯的一場比賽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快點 你們這些單位 們字幕伊東